据衛福部国健署统计 台东每10万人就有440位罹患癌症 虽然不是全国之罪 但癌症标准化死亡率却是全台第一 许多罹患癌症的病友都必须频繁晚访南北 甚至许多弱势家庭因无法附和长期庞大的医疗费用而泛弃治疗 为此台东基督家医院与癌症医疗中心核心医院合作 将筹建癌症医疗大楼 对台东人有专业癌症治疗中心成立 民众相当期待 表示癌症医疗大楼的兴建 就能省下赴外地就医的时间 可以留在台东当地就近接受治疗 检查了这个机构就可以就不用跑到那么远的地方 院长呂信雄强调在医疗资源相对丰富的西部台东癌症患者仍然因为漫长抗癌路而心力交瘁 不能因偏乡而有不平等的医疗照护 筹建计划目前已获得卫福部同意兴建经费和计约4.5亿 包含地下一层地上五层的癌症医疗大楼 并添购最新直线加速器 预计今年6月可以动工 记者李泵台东市参与报道